网路上也有传了这一段的影片 这是一个群年轻人骑着机车在大马路上嬉戏 那么有两位年轻人不好好的骑车 竟然是把脚悬挂在把手上 身体呢直接的往后仰 那么后座年轻人也把身体整个躺下来 旁边的朋友看的觉得很好笑拍下了这段影片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样子是已经危险驾驶 是可以处6000块钱到24000块钱 影片中一群年轻人骑着机车在公路上嬉戏笑闹 过没多久戴着黄色安全帽和白色安全帽的两位年轻人 居然像耍特技一样开始耍帅 同伙的年轻人提一把影片拍下来 仔细看了前方的年轻人把双脚撬在把手上 身体往后仰 后头的年轻人也干脆躺下 双手还不停摆动 一旁的朋友不停的叫嚣 就当大家都乐在其中觉得好笑时 不妙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是想耍帅骑车 大概是重心不稳连人带车滚了出去 年轻人骑机车搞怪排气管摩擦地面出现火花 虽然没有人受伤 但这种双脚摆把手的骑法 已经违反了交通安全处罚条例 可以处心台币六千元到两万四千元以下 万一又发生车祸 这影片恐怕就不只是一件趣闻了 中央新闻基建恒 徐惠文高雄报道